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依然是DNN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 那么由于模型蒸馏可能是一种潜在的侵犯模型知识产权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我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模型蒸馏的防御和攻击 然后具体来说我今天要介绍的论文有两篇 第一篇是针对模型蒸馏的一个防御 它的这个标题也告诉我们 它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训练出来一个不可以被蒸馏的模型 然后这样的模型它把它取名叫做Nasty Teacher 然后这样的模型不能够把知识传递给学生模型 然后这个文章作者团队是来自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然后发表在2021SLR上 然后紧接着这篇文章发表之后 后面来自于南下大的一个团队 就对上面的这篇文章做了一个攻击 然后这篇文章要做后面这篇文章要做的事情就是 从它这个不可以被蒸馏的角式模型中 依然能够蒸馏出来一个比较好的学生模型 然后后面这篇文章就发表在2021的Nips上 我们首先看第一篇文章 那么首先什么是知识蒸馏 刚刚其实邢慧峰同学已经提到过了 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模型压缩技术 然后知识蒸馏这个概念最早是在2015年 由Hinton这个团队提出来的 作为模型压缩的一种方法之一 模型蒸馏它首先是要训练出来一个精度比较高 而且复杂度比较高的模型作为教师模型 然后再去训练一个复杂度比较低的模型作为学生模型 然后通过知识蒸馏 然后把这个知识从教师模型传递到学生模型 现在比较主流的知识蒸馏方法都是依赖于数据的 也就是说在训练学生的时候 需要采用跟教师模型相同的数据集 但是近两年来也有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了 DataFree的知识蒸馏 然后这种知识蒸馏在训练学生网络时 不需要去获取原始的训练机 而这种DataFree的知识蒸馏 它的应用场景主要就是一些模型 可能是在一些私有的敏感数据集上训练 然后这个模型的训练者 不想把模型的数据集公开 然后做这个模型压缩的人 依然想要去尝试在没有办法 获取原始数据集的情况下去做模型压缩 那么不管是Data Driven的KD 还是DataFree的KD 作为模型压缩的技术来说 它都是一种 本来应该是一种正向的应用 但是模型压缩技术也可能被一些 不法的分子来用来做模型的盗取 从而侵犯模型的知识产权 那么首先如果攻击者 如果是用Data Driven的KD方法 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查询模型的API 然后去盗取这样一个模型 如果是在攻击者 即使是它没有原始的训练机 它依然是可以用DataFree的方法 去恢复潜在的私人训练机 然后这样一来的话 不仅能够威胁所有者的数据隐私和安全 也可以也威胁 也威胁到了模型本身的安全 那么这篇文章的研究动机 就是去训练出来一个 不易被蒸馏的角式模型 作者给它取了一个比较怪异的名字 叫Nasty Teacher 然后这样的模型 它的特点就是 在正常使用时 模型的性能不变 或者是有轻微的下降 但是在进行知识蒸馏时 得到的学生模型性能很差 也就是说 要保证模型的保证度的同时 要让它不可以被蒸馏 那么在这里 就需要跟模型水印做一个区分 模型水印同样也是可以用来做 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 但是模型水印是一种事后的检测 也就是说通过模型水印 可以在模型被盗取之后 通过提取水印来验证这个模型的所有权 但是这篇文章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防御 它可以使得被盗取的模型 总是不可以使用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相关的工作 首先什么是知识蒸馏 就是这张图就是一个知识蒸馏的架构图 然后刚刚那个同学其实对他也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 知识蒸馏它的主要思想是 同时利用印标签和来自教师网络的软标签去进行一个学习 所以说它的损失包含了两部分 这里的关键是在网络输出的Logic之后 用了一个带温度参数的Soft Max的层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公式是这样的 那么标准的Soft Max的T是等于1的 如果我们使用了一个T大于1的Soft Max函数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加软化的标签 就是软化后的标签的效果可以看这张图 在T接近于1的时候 其实这个模型的概率输出 是一个非常接近于文号的相量的概率输出 模型并不能给学生模型一些更多有用的信息 所以说在知识阵流的时候一般会采用一个更大的T 这样的话一些不正确的类的信息 也可以很好的从教师模型传递到学生的模型 但是这个T也不能太大 因为在T接近于无穷的时候 这个概率分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均匀的分布 然后这个公式就是知识阵流的这个公式 就是它包含了两部分 从教师模型上学习时用的是 学生模型的输出概率跟教师模型输出概率之间的K要散度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在真实标签上计算出来的交叉商损失 然后近两年来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无数据的知识阵流的一些工作 然后上面这一篇DAFL是发表在2019SCV上的一个工作 然后它的核心思想是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 就是去训练出来一个生成器 然后我们去用这个生成器去生成尽可能逼真的训练数据 然后在生成器生成的数据上去做知识阵流 然后通过合适的去设计这样的生成器的一个损失 可以达到生成的图像尽可能的分布 尽可能的去接近原始训练集的图像分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然后下面这篇文章是Deep Inversion 之前也有同学汇报过这篇文章 就是它的主要创新点是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在Betnorm层中 用Betnorm层中存储的一个峻值和方差 去近似整个训练集中的峻值和方差 然后在训练的时候 将Betnorm层中的这个均值和方差作为 我学到的这个 就是我正在训练的这个数据的均值和方差中的一个监督的信号 然后另外一个它的创新点就是 用了这个自适应的Deep Inversion 然后这一个模块的目的是让 学到的就是让这个生成的图像和教室 这个生成的图像在学生模型中的输出结果 跟它在教室模型中的输出结果尽可能的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用的是1-KL3度 然后跟上面这个方法 它最大的不同是上面的方法 它是用生成器去生成训练数据 而下面这个方法 它是直接从噪声 然后把一个噪声优化成我们想要的自然图像 然后那么本文的方法 它提出来的名字叫做Nasty Teacher 它要做的事情就是 尽可能保持正确的类 就是预测结果正确 然后最大程度的干扰 它其他的不正确的类 以便没有有益的信息 可以从教室模型中提取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中 很直观的看出来 它想要达到的效果 就是左边这是一个标准的Teacher模型 它在某 比如说在类别30它的真实标签 那么在类别30 它的输出概率应该是最大的 然后右边是 它想要训练得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保持最大的预测的同时 然后让其他不正确类的预测 尽可能的没有规律 那么它的实现方法也非常的直观 就是它先用常规的训练方式得到一个对抗网络A 然后这个对抗网络A可以用跟Teacher模型相同的结构 然后接下来 然后把这个对抗网络A固定住 然后再去训练教室模型 然后这时候训练教室模型就增加了一个后面这一项损失 后面这项损失是一个负的KL散度 也就是说它想要Nasty Teacher输出的软标软预测 跟预先训练好的对抗网络的软预测之间的KL散度 也就是分布之间的距离尽可能的大 然后我们可以想 我们可以把上面这张图中的左边的这个Teacher 看成是对抗网络的话 然后把右边这张图看成Nasty Teacher的话 就是让右边这张图的分布 跟左边这张图的分布之间的差距尽可能的大 然后在这个损失中 只有两个超参数 一个是Omega 一个是TA 然后通过这种方法 就可以达到它想要的目的 也就是前面这一项 是保持模型本身的预测性能 右边这一项是扰乱模型 其他的输出的Logist的预测 然后这个就是本文的一个核心的方法 但是也没有其他更多的技巧 所以说接下来就是它的一个实验 然后它的实验是在三个数据级上进行的 然后括号里给出来的是三个数据 三个数据级上相应的超参数 然后我们看它的实验结果 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它的实验结果 首先是Teacher Performance这一列 就是比较一下Nasty Teacher 跟Normal Teacher之间的性能的差异 可以发现它的这种训练方式 会比较小程度的影响 教室模型的性能 但是教室模型的性能下降的程度也不会很大 所以说在模型的保证度就得到了保证 然后另一方面我们看它抵抗蒸馏的一个有效性 就是比较Normal Teacher得到了学生模型的性能 跟Nasty Teacher得到了学生模型的性能 可以发现如果是从正常的模型中去做蒸馏的话 得到了学生模型的性能都是会有提升的 因为这括号里面给出来的也都是证数 但是如果是从这样的一个Nasty Teacher模型中去做蒸馏的话 性能都会有各种程度的不同程度的下降 然后下降程度最明显的结果 其实是可以在CIFAR100这个数据集 还有学生网络为MobileNet的这种情况下发现 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模型的性能的下降可以高达67% 所以说这也就充分说明了它的这个方法的有效性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一个定性的分析 左边的图像就是 左边的这一列是图像 然后这个蓝色的这一列 就是一个正常网络输出的软预测 然后这个黄色的这一列 黄色的这个柱状图的这一列 是这个它的这种 它提出来的方法 也就是Nasty Teacher得到的软预测 就是依然是可以发现 它输出的模型的真实标签 也就是最大的那个 概率最大的那个标签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在其他的标签下 它输出的logis是具有一些误导的意义 并且有多个峰值 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它的输出的logis有多个峰值 所以说这样的 用这样的logis去教学生的话 就会给学生一些误导的信息 所以说从而让学生学不到一个比较好的 无法获得比较好的学习性能 然后右边这张图是 分别是在特征层和输出的logis 这两个层面上做出了 TSNE的可视化 然后在特征层做可视化 是想说明 它学习到的特征 跟原始normal teacher得到的特征 之间的相似度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实验结果就是解释了 为什么它的性能不会有太大的下降 然后在logis层面做出了这个TSNE可视化 就是想说明它得到logis 跟左边的这个图相比 其实是有很大的偏差的 所以说这个方法 所以说这个方法 它主要修改的 其实可能就是最后的那个全联阶层 然后这个图同样也是解释了 为什么它的能够抵抗症状的一个 有效性 然后最后是这个作者也做了非常多的 消融实验 首先是在做对抗训练的过程中 采用的对抗网络结构会对实验 性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这里所以说作者就换了其他的 对抗网络的结构 比如说在做对抗训练时 用CN用一个普通的CN或者是用 Resnet29这样的模型去做对抗训练 然后可以发现其实它的这个不可 阵流性对于对抗网络的选对抗网络 结构的选择是没有很大关系的 使用不同的对抗网络结构做阵流的话 得到的学生模型的性能都会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 然后接下来是又考虑了考虑了一下 学生网络的结构 因为一般的知识蒸馏 使用的学生模型的结构 使用的学生模型是要小于教室模型的结构的 但是这里又考虑了一个情况就是 学生模型使用比教室网络更加复杂的结构 教室网络采用的是Resnet18 而学生模型采用的是更加复杂的 Resnet50和Resnet29 那么在这种学生网络的规模更加复杂的情况下 同样的从Nasty Teacher做阵流的话 学生网络的性能会得到一定的破坏 然后右边是对超参数Omega的一个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超参数它控制的就是 这个KL散度的这一个比例 这篇文章的抵抗阵流的有效性也主要就是来自于后面这一项 所以说也很容易看出随着Omega的增大 它得到了学生模型的性能也是逐渐降低的 但是Omega也不能太大 因为Omega如果太大的话 它本身也会破坏教室模型本身的性能 所以说Omega是一个权衡它的保证度和 不可征流性之间的一个超参数 然后接下来还是更多的超参数 首先是训练学生网络时的这个温度T 那么我们知道在做正常的征流时 这个T起到一个软化标签的作用 所以说从正常的模型中做征流的话 这个T随着T的增大 学生网络的性能是呈现出一种提高的趋势 也就是下面这几张图中的黄色折现 但是如果是从Nasty Teacher中做征流 因为Nasty Teacher本身的输出logic 是有一定的错误信息的 所以说T增大会让这个放大这个错误信息 那么所以说随着T的增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线索 如这个绿线索是得到了学生模型的性能 也会破坏的更加的严重 那么接下来就是训练学生模型的时候 这一个参数Alpha 这个Alpha是训练学生模型的时候的 这个KL散度的一个比例 也就是说有多大的比例 有多少的知识是来自于教室模型 那么显然随着Alpha的增大 来自于教室模型的知识也会越多 所以说做征流时 学生模型的性能也是呈现出一种 下降的趋势 然后最后一个笑容的实验 是控制了一下 学生可以访问的训练级的比例 这个实验其实也很容易预见 它的实验结果 就是说在实验 在训练学生时 可访问的训练级比例如果越小的话 那么得到的学生模型的性能 肯定是逐渐下降的 那么当这个比例为零的时候 就是学生没有办法访问训练级的时候 就是接下来作者做的 Data Free的知识征流 那么首先作者在DAFL上做了一个定量的实验 这里主要考虑的CF10和CF100两个数据机 然后左边这一列是教室模型的性能 然后右边这一列是通过知识征流的DAFA 得到了学生网络的性能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Nasty Teacher 对于DAFA这种无数据的知识征流 依然是有效的 因为它得到了学生网络的性能 还是在下降 接下来是在Deep Inversion 这个数据机重构方法上 做了一个定量的 做了一个定性的实验 这里就只对重构出来的训练机的样本的质量 做了一个可视化 那么显然在从Normal Teacher中做征流是 得到样本质量和多样性 是更加好于Nasty Teacher 得到的这个训练机的样本质量 然后上面就是这个文章的全部内容 所以说现在还是来总结一下 它其实这篇文章背后的本质思想 还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说它要保证预测结果正确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去扰乱教室模型输出的logis 那么它所采用的做法就是引入一个对抗网络 然后让那个对抗网络去模拟一个正常的logis 然后让这个Teacher的logis去尽可能 让这个Teacher的logis的分布 尽可能的远离那个正常模型输出的logis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想到是否可以采用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去对logis加噪声 从而让这个教室不可以被蒸留 然后我想的第二个想法是 能不能把这个类似的思想迁移到图像处理模型中 也就是说让这个Teacher模型 如果是一个图像处理模型的话 让这个模型输出的图像中嵌容一些噪声 然后让这个教室模型输出的图像 如果有攻击者想要把这个图像处理模型的输出 作为标签去训练一个替代模型的话 然后让这个替代模型是不可以被训练的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二篇文章 就是对上面一篇文章的攻击 所以说它的研究动机也非常的直接 就是去从这个Nasty Teacher中 得到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学生模型 然后这篇文章也给自己的方法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Scapical Student 然后下面这张图 首先左边这张图 就是可以印证Nasty Teacher的有效性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红色的柱子 也就是蒸留得到了学生 它的性能是有非常大幅度的下降的 那么这篇文章它想要做的是 就是我通过特殊的训练方法 得到一个学生模型 即使是从这样的Nasty Teacher中去做蒸留 我得到了学生模型的性能 依然能够得到一个非常 依然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持 尤其是在这个MobileNet 这个网络结构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提出来的这个方法 最终能够达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篇文章的idea主要是来自于 它做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性的实验 这个观察性的实验就是 想要把知识迁移到学生的 把知识迁移到学生网络的浅层部分 那么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以ResNet 18为例 我们知道ResNet 18它是有四个残差块的 然后作者在这里就在 第一二三四个残差块后面分别放置四个辅助的分类器 那么当然第四个残差块后的辅助分类器 就是原始的那个分类器 然后用 然后在辅助分类器的 然后在辅助分类器的输出上去计算 振留时的KL散度损失 也就是说 这个实验呢 它是把知识 从教室模型 想要传递到学生模型的浅层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得到了一个实验结果 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 可以发现 它从 如果 这样 首先看这张蓝色的折线 就是它如果是从Nasty Teacher上做蒸馏的话 随着辅助分类器放置的位置越来越浅 得到的学生模型的性能是越来越好的 但是如果是从一个正常的教室模型上做知识蒸馏 这个辅助分类器的位置如果放得比较浅的话 模型的性能也就是也就会越来越差 那么这个实验想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把这个辅助分类器的位置放得越靠前的话 它可能从教室模型中学到的知识就是越来越少的 所以说所以说如果是从一个正常模型的从一个正常模型上去做蒸馏的话 它得到性能就会越越来越显 就是越来越低 但是但是如果是从Nasty Teacher上做蒸馏的话 因为Nasty Teacher百分传递的是错误的信息 它都这个辅助分类器的位置放得比较浅的话 就会更少的就会更少程度的利用这些错误信息 所以说它的性能是提高的 那么接下来这篇文章能不能够直接去把这个辅助分类器 放到比较浅的位置去做知证流的 就是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的话带来了一个不好之处 就是如果教室模型是一个正常的模型 它也会一定程度上降低它原本应该达到的模型进度 所以说接下来做的又接近了另外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叫做自蒸馏 那么自蒸馏它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还是以ResNet18为例 自蒸馏就是说在每一个浅层的特征提取的块后 加一个辅助加辅助的分类器 这里是在ResNet Block123后面加了辅助分类器 而这个辅助这里有一个细节 就是加了辅助分类器之前会有一个 Botonek 这个Botonek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浅层输出的特征 跟最中层输出的特征之间做一个对齐 那么这篇文章自蒸馏最终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在浅层得到的分类器 能够尽可能的好 所以说这篇文章不仅要去训练最中层的分类器 也要去训练各个浅层的分类器 那么每一个浅层的分类器 它的训练有三个损失 第一个损失是浅层分类器得到的特征 和最中层的这个和最中层得到的特征之间 做一个L2损失 然后第二个损失就是将浅层分类器输出的软预测 跟最中层分类器输出的软预测 做一个KL散度 也就是说这篇文章需要让模型的最中层去交这个模型的浅层 然后这也是这篇文章为什么要叫自蒸馏 然后第三个损失就是标准的在真实标签上去计算的交叉上损失 然后每一个浅层分类器使用这三个损失 然后再在最中层的分类器使用交叉上损一个损失 然后我们最终训练出来的模型 它的效果就是如果我们用浅层的分类器的话 它的精度会差一些 但是它的速度会快一些 然后如果我们是使用深层的分类器的话 它的速度会慢一些 但是精度又会高一些 然后那么这篇文章其实发表在2019年CVPR上 现在也有了比较高的引用量 然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待这个文 这个工作它的借鉴意义 首先就是它对于模型压缩的借鉴意义 就是通过自蒸馏 它可以直接训练出来一个精度高复杂度小的模型 因为它是不需要教室模型的 它是让自己去教自己 然后它这个工作它的第二个优势就是性能的提升 就是我们在一般的分类模型中去引入这一个技术 是可以提高分类性能的 然后在那篇文章它给出来的结果中 在CF10和CF100分类上 ResNet18和ResNet50大概用这个技术之后 大概会有两到三个涨点 然后如果我们用更深层的分类器的话 这个涨点会更多 所以说这篇文章的标题其实取了名字 也叫做改进卷介神经王的性能 那么这篇文章对这篇文章的借鉴意义 主要也就是提前在第二个方面 所以说最后这篇文章的框架 主要就是包含了两个创新点 然后下面这一个粉色的框框就是一个教室模型 然后上面这个蓝色的框框就是学生模型 那么这篇文章它的核心主要就是有两个损失 第一个损失就是在浅层做的这一个 质征流的损失 然后也就是这样图中的红色的一个箭头 那么只在浅层做征流的话 可能会影响模型的性能 所以说作者还引入了自征流 然后这个自征流就是用公式来表示 就是这一个公式 然后这张图上也可以很直观的看出 自征流就是用模型最中层的这个分裂器 去交这个模型浅层的分裂器 也就是上面这张图中的紫色箭头 然后除了这两个损失之外 整个方法还需要在最终的分裂器 后面用一个交叉上的损失 然后这三个损失之间做一个加全球核 就是整个他提出来的这个Scapical Student 做征流式的损失 然后这三个损失的加全比例都是111 然后后面就是他的一些实验 因为他主要做的是对Nasty Teacher的攻击 所以说他的实验设置还有实验安排 基本上全部都是参考了前面那篇文章的实验 然后这里他的一个超参数就是T 然后这里T跟Nasty Teacher的TA是一样的 然后他的这个辅助分裂器 就是如果以ResNet18为 以ResNet的这个系列为例的话 他的辅助分裂器 他其实只用了两个 第一个是放在第二个ResNet块之后 是用于从教室模型中学习的 那个标准的知识蒸馏 然后另外一个分裂器辅助分裂器 是放在第三个ResNet块之后 是用来做自征流的 然后我们首先看 从Nasty Teacher做征流的 是他跟普通的学生性能的对比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他用了他这种Scapical Student 他的这个技术之后 得到了学生模型的性能 会有更大的提升 然后这里的第三列 Scapical 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他用了多个辅助分裂器 所以说最后的这一个学生模型 他这个分裂结果 不仅可能来自于最后 最后这个最中层的分裂器 也可能来自浅层的分裂器 那么Scapical E这一列的实验结果 就是把浅层的分裂器 跟最中层的分裂器 做一个集成 然后最后的一个投票的结果 作为这个模型的结果 那么接下来 还有作者又进一步做了 从在一个 从一个标准的提升中 做知识蒸馏时 他的这个性能会怎么样 那么从标准的提升中 做知识蒸馏 我们可以发现 使用这种集成的方式 他得到的性能 会好过 只使用最中层的分裂器 做分裂的性能 而后面的实验 其实都是参考了 前面那篇文章的实验 包括定性的实验 还有各种各样的消融实验 以及Data Free的知识蒸馏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只看一下 他的这个定性的实验吧 他这个定性实验 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首先 我们可以看这个Nasty Teacher 他依然是对 相比于Normal Teacher 他的Logic做了一个破坏 那么我们如果用正常的方式 去训练 就会发现 这个得到的学生模型 他的这个Logic 就是他最后最终的预测 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用了他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最终得到的学生模型的预测 是正确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跟前面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跟前面的乐文 一个不一样的实验 就是他还考虑了一个 二次蒸馏的问题 也就是把一个蒸馏后的模型 作为教室模型 再去教一个学生模型 那么第一行就是做第一次蒸馏 第二行就是做第二次蒸馏 所以说这里的数据 就是跟这个数据是相等的 那么通过第二次蒸馏 做的发现 经过二次蒸馏之后 这个模型就会性能 就会进一步的提升 也就是说 每蒸馏一次 他的性能就会提高一次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然后最后这篇文章就结束了 我们就还是来讨论一下这篇文章 我觉得他的本质思想 就是减少对教室网络的依赖 然后更加的去依赖于自身的知识 但是这篇文章有一个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局限性 也就是他必须要有训练数据的标签 因为他的这个方法 其实可能很大程度上 还是依赖于最终层的 那个分内器的交叉上损失 所以说在没有训练数据的标签的情况下 不知道他的性能会怎么样 他其实也没有做这个实验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在看这篇文章中 去学习的学到的那个自证调子 我感觉他这个对于一般的分内任务 也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所以说想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好了 然后以上就是我全部的汇报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